天花板循環扇 不說你可能不知道 全球第一的天花板循環扇製造商 就是在台灣喔 現在特派員也實際來到了新莊的門市 帶你直擊這個小小的天花板循環扇 台灣的隱形冠軍到底有多厲害 跟著我走吧 哇 沒錯 就是她終於看到她的廬山珍面目了 這個堅持產製一條龍全機都要用MIT來製造的 台灣威力循環扇 它的和品質不但是受到全世界的歡迎 在台灣也是深受信任的喔 台灣高鐵 龍頭超商 各級學校以及公家單位 通通都是使用台灣威力所產出來的循環扇 而且偷偷跟你說 這個小小的循環扇裡頭 可是藏有100多個以上的專利喔 現在就讓我們直接請董事長 來跟我們分享 台灣威力循環扇在全世界 它是第一個推出循環扇的 在2005年它推出第一個循環扇 它推出第一個循環扇 最大的好處 最大的就是提供一個舒適的風 因為它有把直擊中置直吹式的風 改成那種風切割式的 然後送下來一陣一陣的微風 這個就是它最大的特色 舒適的風 然後在2015年 它又提供了一種風管循環扇 就是要改變那種不舒適出風口 這幾十天來不舒適出風口的改變 變成一個舒適出風口 出來底下的人 它會夢寐以求地享受的這些 微微的冷氣涼風 它的風管循環扇 構成的要件有三個 第一個一定要有一個循環扇 來做風切割的功能 第二個一定要再加我們的 防潮風管街頭的獨家專利 第三個一定要加台達電的 低吸高壓馬達的慢速風 才能夠真正享受到 什麼叫做舒適出風口 老闆聽說我們的循環扇 可以省電77% 這個是怎麼做到的 跟我們分享一下可以嗎 因為這個做到比較簡單 因為這是台達電的機器馬達 它絕對做得到 可以做到我們的省電 絕對有77% 但是真正的省電 它不是省電在我們這邊77% 這個只是基本 它可以省到我們冷氣的空調50% 一天5度電 一度電5塊錢 一天省了25塊 一個月就省了750塊 這個才是真正的無形中 最大的省電效果 聽說我們台灣威力 有一百多項專利 那麼所有的細節都藏在這個裡面 現在就要請董事長直接 來為我們拆解 這一百多項專利的秘密 最大最大特色的專利 就是在於我們這一個 做風切割的防塵蓋 這個專利到現在感覺上 是最棒最棒的 因為它真的風切割都靠著它 就是因為這個改變其中 是直追式的風 然後第二個最大的專利 是在2015年的風管循環站裡面 它主要叫做黃潮風管街頭 它為什麼設計成這個樣子 第一個 它可以適合在10英寸 8英寸都可以用 而且它最主要最主要是 還有一個倒風街頭在這裡 它不只是保護馬達 而且讓風可以快速的降到 在我們的循環站裡面 然後再由循環站這邊 把它用風切割送到身上 所以說它的舒適是這樣子過來的 請問這個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安裝的嗎 因為循環站在這裡面喔 任何地方都可以安裝 不過它安裝的範圍 以高度為基準 我們的循環站裡面 有五支 在我的形容裡面 這五支裡面是越醜的風越大 但是風越大是做什麼 因為它是高度問題 所以說你只要高度不要超過4.5米 任何地方都可以安裝 別看天花板循環站好像高高在上 其實它的專利設計 讓它擁有非常好的拆卸特性 方便一般人在任何場合都能輕易安裝 也因為容易拆卸 大大改善了衛生的問題 循環站不用工具就能直接拆下 清洗下蓋沖掉灰塵不用三分鐘 與其他難以清洗的循環站相比 讓清洗更加順利 哇 這個風真的很舒服耶 熱水的台灣威力循環站 真的就像董事長講的一樣 可以舒適舒服度過一個完美的夏天 終始電子報綜合報導